大家好,我是大文房地产销售统帅杨雷 我收到的最多的问题短信 其实并不是衣服的品牌 其实品牌大家一看就知道是哪家的了 很多都是说 你起早贪黑 一天做很多的事情 为什么看起来不累呢 我想跟大家真心的分享一下 我还真的不累 如果我累的话 那我这要去休息 这很简单 我给大家总结了三条 那可以说不用花钱 马上就容易做到 而且可以看到结果的 首先我这里可没有任何产品可以卖给你 什么灵丹妙药我都没有 早晨起来的时候 去洗个冰水 shower 这个shower可是从头到脚 听着自己贼喜欢的音乐 像我特别喜欢听Taylor Swift 打开以后 哇,这个冰水往脸上一冲 什么黑眼圈八眼圈就都没有了 相信我 而且这个是非常非常健康的一个habit 你不会感冒的 你越洗你越不会感冒的 有些朋友说 这个罪我可受不了 你受不了这个罪 你就得不到那样的结果 而且你会发现 shower之后你有一个崭新的你自己 说到第二个呢 健身 我说的健身可能跟你们想的不太一样 跟很多男生那种真正哇塞 肌肉啊 然后是打拳啊 或者是天天撸铁 他俩不是完全一样的 我的那个是非常巧妙的 你的肚子觉得胖就练肚子 你的胳膊 想紧致就练胳膊 健身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健身 它可以让你的breathing 让你的呼吸更加长 而且呢 你的精神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有一些女生 她跟我讲 我少吃 你看我不用去健身 把这个环节省了 你是做不了的 这个是没有substitution 你就必须得去健身 因为它出汗 它整个这个过程 它就帮助了你 清晨代谢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坚强的精神 从这里开始打智的 同时 你还真的不能乱吃东西 你不要想着说 我今天在健身房里 混了两个小时了 现在可以大吃二喝了吧 整点点心啊 糕点啊 还有一些就是奶油很多的东西 或者是吃的很晚 喝一些酒 这些东西呢 都会让你的健身等于零 所以你还是要有个discipline 就是管好自己 怎么管呢 一定要有个非常非常仔细的 detail的一个计划 不可以说今天吃 后天饿着 我知道有一些我的伙伴 他们可以12小时不吃饭 然后再吃 讲真的 我根本没看见他瘦 比以前好像看着 就是不怎么精神了 你说这个不可以的 那么说到这两个的背后 第三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一定要有个非常远大的理想 因为你的这个go 它领导着 你整个的人生是怎么走的 好像我 我就是要把我自己的生活 还有这些相信我的人的生活水准给它提高 那我怎么做呢 那我必然要以身作则了 管好自己 不断的学习 很多东西 一旦这样以后呢 我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精神 就不累了 我早上起来我就很开心 因为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而且我喜欢的事情 这个可不是笼统的 而且这个装不来的 Anyway 这个就是我不累的原因 希望呢 你在这里能找到你的takes 好 有什么 给我私信 别忘了给我点赞分享 今天就跟你说到这了 拜拜 关注杨雷 让我们一起打致年薪百万的你 坐下来 那边 我们已经看见了 我们的